好了,这段影片就想讲一讲关于Stablecoin的收益 那我们来到这个叫Mobius Money的platform那里看看 这里全部都是Stablecoin的收益的LP交易队 我们看到有些是38%,最多去到48%,这个pool是20%,去到33% 一路数下来,19%,20%,有些很夸张的 这些就算是Bitcoin,它也是Web Bitcoin和Selo的Bitcoin 就是没有Impermanent Loss,这个是17%至40% SeloEV和WebEV,这些全部都是没有Impermanent Loss 无常损失的LP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无常损失的话 你可以看回右上角,有一条影片是讲关于这个的无常损失的 那我们一路数下来,这些就去到30%多 到boost了之后去到90%多 那甚至乎有些是Europe,Selo的Europe Stablecoin pair up with Proof Europe 去到80%多,最高去到170%多的APR 未autocombang 如果你再autocombang的话,很夸张的 这里全部是APR,记住大家看一看 未计复式的,你可以自己人手做复式 即是可以高很多的,应该理论上可以是APR去到APY 好,这里所有这些LP基本上就全部是Selo这一条程度进行的 Selo 所以你Connect to a Wallet 你应该是Connect Metamask Selo的Wallet 如果你还没安装的话 你可以加上Selo Metamask Wallet的资料 这里稍微给大家看 Selo,Mainnet,加回这些资料 加这个资料的方法 其实就好像加你其他Metamask 其他Chain的地址一样 如果你不太了解那个Details是怎样加的话 你看回右上角 我有一条影片是关于如何安装Metamask 和如何安装不同的新的Chain 你可以refer回那条影片 好,那我们来看看Mobius Money 我们看看DeFi Lama 我们看看它的Total Value Lock 这里有的数据 我就看到由9月开始 一开始你看到只有10多万美金 很快突然它就飙升到到10月尾 差不多有5000多万美金 到12月头又跌下去剩下1000多万美金 最近又回到3千多4千万美金 当然不算多了 不过就看到有关于Stable Coin的收益 所以share给大家知道 那看一看它的币价 Mobi这个平台币 怎么看到侠 一直响一跌 从10月直到1月3千多且 caet osa倪 好像0.03 这个下 één 在这里要挖矿的话 如果其實能收到内容 这是平台币 最理想的就是将其 尽快它转正在Stable Coin 锁定收益 seuro这一条链 基本上所有的GAS fee和其他东西都是很便宜的 每个transaction都是0.01的selo 每一个selo现在大概是4个多 即是4个多乘以0.01 可想而知每一个GAS fee是很便宜很便宜 便宜到等于基本上都不用管了 如果你不太清楚什么是selo chain 其实我之前有两条片就简介了selo这条链 究竟他所有的background他想做些什么 或者他的运作是怎样的 我也有详细的介绍 如果你不明白就要看右上角 有关于selo这个background 我们回到mobiusmoney这个平台 你会见到他这里括号括着all bridge 然后写ust 下面就有这两个交易队 那是什么意思呢 他其实就想说这一对交易队首先就是CUSD CUSD就是selo这一条chain上面的stable coin 那是seloUST USD就明白了 USD跟着写all bridge是为什么呢 其实他就想告诉你 就是你需要经all bridge这个跨链桥 将terra的ust转过来selo这一条 那转过来selo这一条的ust 就可以和这个CUSD做一对交易队 那就放在这里做LP了 OK 如果你有点明白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一路下到这里 你见到有Avalanche的一个logo 又有写着all bridge 那你要问 AAUSDC其实是什么呢 拆解all bridge这个stable coin的写法 其实首先第一个字A就是all bridge 第二个字就是这个asset 那个原本的sourcechain在哪里 那就是Avalanche 那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为 all bridge Avalanche来的USDC 那就是这个AAUSDC的解法 那所以这对交易队就是放AAUSDC 和Selo的USD 那就放在这里做交易队 那可以做到APR是39.4的 APR是未计算福利 计算福利一定不止这个 看看这个问号它说什么 它是Yield per day 这里有说了 Yield per day 0.1% APY就去到48% 如果每个星期金棒的话 OK 好了 那我们就看到了 这些total deposit的资金 这3万 不是很多 这个0.3mil 那我们看看哪些是最多 最多的通常人都比较可信 这个3mil多 这个15mil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from Ethereum的source USDC 那这个optic V2有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需要经optic这个跨链桥 跨链由Ethereum的那里 将USDC 经optic转进来Selo 那就变成CUSDC pair up with这个Selo的USD 那就做一对交易队 那optic V2在哪里呢 我给你看看 optic V2 其实你可以呢 你按一按这里的Bridge 那就来到这个版面了 那这里就叫optic Bridge optic Bridge 你见到V1和V2 V1就不用管了 就看回V2 那你connect你的钱包 就是Metamask 那当然要connect去Ethereum 如果你是Ethereum 想转来Selo的话 好了 那你在Ethereum转来Selo 那之后你就再选哪个币 你就进回你要转去Selo 你这个Metamask的地址 然后approve token 就是按send 就正如刚才我们在这里所说的 ok 你经optic V2 由Source是Ethereum 那你选回USDC send回来Selo 就变成CUSDC OK 那CUSDC pair up withSelo 它本身native的StableCoin 就是CUSD 那就变成了一对加一对了 那你就赚到21.1%的APR 那看一看 compound了23% 那这里就放了15mil 就很多了 ok 那这个6mil多 Dial 又是经optic 那Source是Ethereum 转进来Selo throughoptic ok 那我们一路看一看 有些高回报 这个刚才看了 好了 看一看个example就是all bridge 那all bridge 那all bridge是另一个跨链桥的一个工具 那我们看一看是怎么做 这里 这个呢 就是all bridge 那里了 ok 好 这里是all bridge 你看到这边 你也是一样的 你选择 它的Source有很多 你看到Arola Avalanche BSC Selo Ethereum Phantom 所以这个all bridge 其实都好用的 我自己都经常用的 那你的Source 譬如你假设你在Avalanche 你又有一些的stable coin 那你就想由Avalanche 转过来Selo 那你选择你的asset 譬如USDC 那你connect你的钱包 那基本上就可以做到 transfer的动作跨链跨过你了 跨过来之后 这一只USDC.E的币就转了做什么呢 就转了AAUSDC 第一个A的意思 就是说经all bridge 这个跨链工具转过来的 第二个A 就是说它的Source是Avalanche 那所以就变成AAUSDC 那所以如果是AAUSDC 那你转了进来Selo 这里 接着Pair upCUSD 即Selo 这个stable coin 那就可以在这里做一道交易对 就提供那个Liquidity 按Deposit在这里 那就可以了 那你见到这里 那个pool的size 都不是很大 只有3万美元 那当然了 那个pool越大的时候 你分到那个reward 就会相对地少一点 那你见到下面 有些好像很吸引 很juicy的这些 86%APR 那看一下 autocompat 如果compat了134% 好像很高那样 那当然高回报 伴随着某些高风险 高风险是什么呢 POOF 所有关于POOF 这个stable coin 我觉得那个风险 都是有机会 它那个 譬如这里 PEUR EUROPE 的币 它有机会 跟Selo 那个C EUROPE 是DEPAC 即未必是1比1 的 那它的风险 就会高一点 即它是一个stable coin 它未必是这么stable 所以这个就是它 给到这么高reward的原因 所以如果在这个平台 比如POOF 那些stable coin 我就会相对地 是比较小心一点 去做的 好了 我再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就是ASUSDC 你会见到是Gain All Bridge 这里是Selana那条链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第一个A 就是Gain All Bridge 跟着Source 就是Selana 过来Selo 这里的USDC 那同样地 我们去回这里 你在这里 其实你就减回 如果你有资金在Selana的本身 那你按Selana 那你转回Selo 那就减回那个USDC 那你就会见到是AA AS 最后转进来之后 就会变成ASUSDC 那你可以选回就这样 USDC 因为你在Selana 你在Selana那里有USDC 那你这样转了之后 你最后得到的 就不是USDC 最后得到的 就会是ASUSDC 第一个A就是Gain All Bridge 第二个字母S 即Selana 是Source那条链 那就变成ASUSDC 来到Selana这里 OK 即是正在这里 ASUSDC 那你就可以Pair up with CUSD 在这里做一个交易 那这里也有4mil多的 那其实都很自然地 其实是一些聪明钱来的 那你见到这里哪些Pool 它放的Deposit 多些 即是相对大家都会觉得 放下去 那个Stable Coin 是比较Stable 就偏向1比1 这样 那在这里 我除了觉得 是Proof 那些Source 是比较危险之外 其他那些Stable Coin 都相对地Stable 这个就不是那么出名 所以你见到 那个Deposit的资金 都不是那么多 这样 那所以眨眼看下去 我自己觉得 All Bridge 这个AAUSDC 就相对地吸引 OK 那还有一个叫PUSDC 但这里又见到 有个Polygon 那你别搞错了 那这个其实就是 在Polygon的Source 做个Source 的USDC 那经Optick 这个V2 转过来的 那刚才有说过 Optick这个链 就是在这里 这里 那经Optick 就是你减回Polygon 那接着转到Selro 那你减回USDC 那就会变成PUSDC 那你看回它的Logo 就是你看回它的Logo 这个就是Source OK 那Polygon转过来 其实那个GSV都很便宜 所以你看到这里 都要有差不多很多人放 就是1.8m 其实不算多 这样 好了 那你会留意到 还有一个叫做Boost 就是还可以将你的Return 由20%提高到28% 又或者这些由30% 提高到90% 好了 那你要问 那我究竟怎么做 才可以提高到90% 我刚才按了那个 那就变了来到这里了 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在版面这里 我按下Stick 那就是你如果将这个平台币 Mobi Mobi这个平台币 如果做锁仓的话 锁了仓之后 它就会变成一个VEMOBI 就是VEMOBI 那锁仓呢 它有得给你选个时段的 那锁仓越长呢 你得到的VEMOBI 就应该会越多的 那你锁得越多在这里呢 它就可以帮你那个 YieldFarming 那这个Return呢 就boost up boost up越多了 那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自己 正在加入那个LP 它需要多少个VEMOBI 才可以推高你的那个boost的话呢 那这里其实就有个calculator了 那譬如你选择 如果我选择AllBridge这对AAUSDC的LP做个LP的话 那你搞完这个之后,你connect了你的钱包,你加了LP之后 它就给你看你需要多少这个Lockup Mobi 从而去到提高你的Return多少 所以我们去回刚才Pool那里看 刚才你见到up to 49这个Pool,就是由最basic 39开始 那你加得越多Mobi,锁仓的Mobi越多 它就会帮你提升那个回报 那其实越来越多平台都会这样玩的了 就是希望你将它的平台币 不要收完之后,立刻兑回,立刻买走 因为立刻买走,其实平台币价格下跌 那些人也未必那么想在这里做流动性Watcoin 赚这个平台币 那从而就慢慢没有人做个LP 资金越来越少 那所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通常我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DIFA的平台 它都是希望你将那个赚到的平台币 在这里锁仓的,做一个 OK,那至于要锁多少你才得到多少回报 就是你在这里的Pool,按回去 那你减回那个LP 然后它就会表现给你看 你需要多少的VE 即是锁仓的Mobi 就从而得到多少倍的回报 OK 那它也都是有跟你说的 你锁仓你当然也都可以赚到这个平台的一些交易费 所以它跟你说这里表现了 和大家讲一讲就是 All Bridge 刚才说 All Bridge 其实Transfer 这样 Cross-chain Transfer 其实手续费 都很便宜 我记得好像是0.5%左右 如果你持有这个 All Bridge 的币 ABR 而Stick了在 譬如你从Solana转过来 你Stick了在Solana的话 Stick了All Bridge这个币 那你Stick好像是十几个 还是三四十个 已经是可以将那个手续费 降低到0.05 如果你所超过100个 应该可以降到0.025 那总之我的经验用All Bridge 其实 就是做过跨链那个Transfer 那个手续费是很便宜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有Stick StickAll Bridge 在不同的Solce-chain 因为给大家看一看 如果你StickABR ABR 你如果锁了 锁了仓 Stick-ing 就变成了 X-ABR X-ABR 如果在Aurora 这条chain 就是APL去到116 那譬如如果去Polygon Polygon就去到68 那如果你锁了仓 在譬如 Minance Minance Smart Chain 就68% 所以你见到它由于做跨链桥 所以你都可以锁在不同的chain 那你锁了 你锁在Avalanche那里 那就去到75% 你锁完之后 你所有的资金在Avalanche 转到其他的链 那你都会得到一个的折扣 就是Transfer的手续费的折扣 那这条影片其实内容很多 很丰富 如果你有任何东西不明不清晰的 欢迎你在留言留言 问 大家交流一下 那如果你觉得在这条影片 你都学到一些东西的 或者觉得都喜欢这个channel的内容 那就给个like 和subscribe 最好就share给你身边的朋友 让多些人知道这个 频道的资讯 那在这个频道上 我不断都会share不同的 就是加密币 可以怎样赚到一个 被动收入的一些内容 那不过这些全部都不构成任何的投资 或者财务建议 那我纯粹都是做一个 个人的分享 那多谢收看到这里 Thank you